保護環境 我們大家登機在律師的十字路口 除了空氣汙漸的爛地 海牛本社的議題 大家怎麼很關心 最近一年半以來 全台灣基盤2萬3千多條政策的行動 清除海牛火氣勃 更達7千多條 立正好平族 為日空100年的出國 台市占對台灣的海法山 典開一整一次的海牛火氣勃的快胎調查 希望利用更快的科學方法 來對中海牛本社的數量和漢堡 結果發現 全台灣有將近保守的海牛本社 集中你的新北市 和議官和台南市這三個關市 其中東北角挖水峰的海法 是全台灣最六十的海法山 到底要怎麼透過快胎 了解海牛心態受到破壞的狀況 繼續是蔡鳳修祖的 隊長報得 你小心喔 花鳥頭打真是要討 慢慢走 原來到宜蘭就像這邊的海海 共連大陸冷氣團來 11度的氣溫 還有六號 西郎修祖開始今天這個任務 就是海邊火氣勃的態減行動 每到一個側站 他們就會在極點跟終點插下棋子 然後在100公尺的範圍之內 開始快篩 一個到海邊 調查完冠軍分工造型 有人輔助炒機子 牛100公斤的紀錄 有人拿紀錄棒 演唱的相片開始紀錄海邊的氣溫 在這個100公尺的範圍裡面看 海廢有多少 那範圍的話就會從水線到山坡邊 或是植栽裡面一公尺的距離來看 前期是歷史合併做一個專案主堅乾燃 它是這次海区快泰行動的主要補助人 快泰修祖來自一庭訓練有所的調查園 分北中南在全台灣1,210公里的海盤山庫庭 中央10公里一站 總共有111的七站 每一個七站撥起人員的乾燒區選擇100公車的範圍 現場有蘋果本塑龍 本塑的類型跟海邊形態 靠近本塑車跟不合得到位 只要用本塑地的大社會單位 勝出總共有多少本塑龍 那剛剛呢就是這樣看完一圈 我們估計這邊這個海岸線上面的垃圾是三代半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海岸上 我們看的那個垃圾 我們就會把體積轉成一般黑色大垃圾袋的袋數 所以當我們在走這個海岸線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寶特瓶我們就會開始數 比方說我們數數數 數到64個 我們就說喔這裡已經有一代了 那比方說我們看到一些保麗龍 我們也會把它切成 比方說這個保麗龍大概是四分之一代 或者是0.5代 然後我們就會這樣子 一路這樣加加加加 加到這100公尺走完 然後把這些體積全部加總起來 然後就是這個海岸線上所有的海費的體積 這次快台修祖 有自由傳播工作者 某鳳雅保佛協會志工 經過全國的訓練 因爲眼睛看 這個體積的量感 平常用這個量感 高級他們所看到的海邊的飛機物 可以製造整體 所以來高級海岸上面的本屬的體積量 如果有差就給上國討論 寶特瓶其實是台灣海岸上不分 東南西北最多的垃圾 而且其實很多都是台灣自己產的 而且有的時候 像這個其實還滿新的 就是像去年暑假的時候製造的 來到海邊 宿航官四個都有 依照統計 台灣民眾一年用到 180億的屬家庭 60億的屬家庭 就算只有1%的人 亂不但素量也很怕人 加上台灣的地理為地 受到老水跟丹麥貴風的影響 夏天黑條由東南亞帶來水流噴水 冬天有為中國沿海報平 流過來海上飛氣溫 海費快泰行動無意外 亦破了亂 派起飛機 跟屬家庭納正正三名 看到它上面寫浙江 從浙江來的那個福祉 這個好像才台幣一兩塊吧 所以其實你很難說把它 全部都收集之後去回收 因為他們可能直接做新的 還比你回收再次更便宜 這就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湯 這一站是N24 就是北部的第二四站三雕腳 狗狗 狗狗 所以來到新北市的三雕腳 這就是浙江和宜蘭的山坡 不一樣 山雕腳這邊因為有海石平台 然後有一些比較大的石頭 所以可以看到在那個大的石頭的中間 其實就會有垃圾的雷子 這些蠻多可能都是從海浪帶過來的 那寶地龍就有可能是 它是漁業的行為 比方說它是養殖或是 它是船上的縫墊所移留下來 然後你看像這裡還有這個印尼的泡麵 很有可能就是漁工 漁工在船上的石頭把它丟下來 不然都經過海洋的泡 變成油漢水 真是讓海洋的生物吃到百度地 這有水流十一年 全年到高級的消費者 也就是人類的心想 對著平時看到海洋的氣氛 看來小廚總是會去看到一些 非常不夠的東西 每次在做快山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可以發現一些特別的東西 像我們這次看到的兩個飯瓢 還有這個大雜線呢 其實有可能是廢棄的漁貨 那另外還可以看到 還有晚常的器具跟驗運棒 為什麼有大雜線 可能不知道就是 就是有一些漁獲處理 他們可能就直接丟到海裡面 還是怎麼樣不知道 就這樣漂流過來的 之前有在別的地方看過大雜線嗎 沒有 山亭 真的好笑了 不好意思 你說第一次看到了 對啊 被發現的中國木荷已經乾掉了 存空 這人說是他們在快泰的過程中 不要看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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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我看我看我看 哈哈哈哈 這樣 兩條是人驗運棒 這不是我們畫上去的 還可以是很生氣丟棄 你知道嗎 做幾點 看到有趣的東西 大家一直唱 在驗室的過程中 也算是增加一些趣味 我們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覺得這裡很髒 可是其他沒有來過的人 可能不覺得這裡會有這麼髒 所以我們就會請調查員 來拍一些當地的照片作為佐證 那比方說我們就會請他們記錄 這個樣站裡面最髒的地方的照片 然後以及這個地方稍微可以代表 這個地方垃圾分布情況的照片 我們會做double check 就是我們會確認這個照片的資訊 跟他評估的這個體積的量 是不是有符合的來做一個就是檢驗 海肥快胎其實是由日本來的 日本水族園保護專家金主泡 日空空三年為了鑑識故鄉 雙方嚴重的河川本索有一點問題 尋找這個用脈衷看著 可以判定本索量的版本 日空空六年 讓日本政府採用 來調查全國的海洋本索 台灣為日空一半年開始 八分快胎調查完 平常在同一年七月五分 開始轉台灣頭幾百 款度快胎調查 提供應用的活動 都能夠理解到客觀的 這幫助理解到 海洋本索有多少大量的水 在海洋上 哪些地方最主要是投入的 所以這幫助理解到錢 投入的 今天過程的快胎調查 才知道台灣是海洋 火氣物污測不停滴 以至夏天和秋天前两百块台的结果 第一次以九十立大型的本所地下来 算本土海盘山高级 有十五万八千三百地本所 无净位压缩上当时 两千一百台本所车的量 第一次通计高层海费量是十三万 六千九百地可以跌一千八百台本所车 第一次百万之五十六的海费 是集中在百万之十的海盘山上面 新北市、高医官、台南市的海费 加起来占全台湾总量的百万之四十八 这两次快胎都排第一名 最六十的海盘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在台二线东北角靠近瑞芳的地方 这个点在我们过去的两次快篩 就是在七月跟十月做快篩 都是全台湾垃圾量最大的地方 应该是因为这个地方海湾的形状 然后因为这里其实非常难下去 所以不会有游客在这边乱丢垃圾 这边垃圾基本上全部都是海流带过来的 那因为地形跟很难清理的关系 所以这边的垃圾一直是 我们全台湾海岸上面最脏的地方 因为一些海费的条杂 都是政策的时候 从本属举起来做分类和阶层 所以我们政策严股很厉害 比较起来用麥匠来看国家海湾 上面的本属的体制 在时间来都收集海湾的资讯 这种大規模有系统的调查 不一定就可以集中火力 针对最练杀的区域下手 才可以减少人力 竟然有效导致青烈族丸 其实我其实蛮震惊 因为它这引进算是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说不只是单纯在浸滩 而是从源头方面 在全台所有的海岸前去做科学根据的调查 那它调查的重点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找出10个垃圾量最多的 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做重点的维护 我就可以把全台50%的海费降 它所收集的数据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科学的参考 那这些东西就可以让政府单位 或者是地方的相在施工所 可能就可以针对比较脏的海岸去做 有效率的处理也好 或者是说那怎么样去制定一些源头的减量策略 因为要让海岸分加入海岸修造 希望借由调查的措施 到处未来政府宣布政策重要的考虑 是海岸的调查团共同的欲望 回收本署 整天清理海费是组织海岸本署 进入大海最后的风险 因为本署关头家共共关 这才会和台湾海派上的美丽药毛 得到无所加海盈的目标